关于一座坟墓第二段 五月的夜晚 星星沉默地安静着 就是在那里 我看到它从地平线上升起来 草丛轻轻地从地下钻出来 火苗摇晃转动着圈圈 不活跃的生命在躯体的熊熊烈火中闪动 调整着这里的一切 割裂了少年最后的掌控 最后那缕剩余的黑烟 在许愿的形状中 一个苍白的猎人 领头的一个酒鬼 握着满满一杯酒 求爱者想握住卷发 那长发飘飘却捉不住 开心地奔前跑后 蒙面少女哭诉着跟随 穿过暴风雨 我看到那瀑布一样的头发 奶牛一样的船长在行驶 我看到一个年轻的挑战者 盛怒 天空低沉 闪电硕硕 一人跌落神坛 继续有人制服了 奶牛一样的船长 一个拥护者 一个战士 一枚戒指 一个人在努力 花圈 玩抱在那儿 如果你还活着 你的预约人生还未到 年轻人 平和的入睡吧